阿爺是個色男人,最喜歡看女人。 各位老友既看《阿爺》的頻道, 就發現幾乎所有五十年代前的男角影畫《戲肉蛋》都有介紹過。 就像方艷芬、秦小黎、馬英、馬金娘 都介紹過。 阿爺,起碼鳳凰女的師父梓蘭女和胡麗天的師房蔡臣善如,都是肉蛋, 你都不能說過她們,看你都是老到無能用的。 屌你老母臭花梯! 這兩個孝婆要有偏偏低漸有得做的。 梓蘭女一早跟了她的老陣任堂死回佛山頭共, 臨死致帶同一個女兒回來香港,投靠鳳凰女。 哪裏有她那麼多騙爆? 你的臭小子那麼喜歡,等我下個星期講紫蘭女吧! 阿爺,除了機佬屎屎屎屎屎屎, 男人都喜歡穿游泳衣、肉蛋、嫁啦! 陳善如出身在聯華港廠,第一期演員養成所, 和黃曼妮、唐醒濤、吳楚凡、 胡毅聲、楊君俠、亮白飛, 在名媛遊樂場受訓, 她的兒子就是又打球! 又在馬會養馬仔那個胡麗天, 老人又喜歡研究歷史, 家基研究了當年的奇哈佬, 在省城第一樽殺我們的漢人到十八譜, 和黃曼妮、殺到謝根里才收手! 那出就是廣州三日圖城記, 網上有個四眼白頭佬說 吳淩信是陳善如家基唱影話插曲海旋歌, 她都按鈕, 陳善如那些老子就是小明星和鄭寶彥, 還是新馬仔第三條女賽珍珠的乾媽, 而且拿白頭打到黎時, 她還製作大戲, 你們說她會不會唱《丫鬟》? 何必找幕後代唱? 那四眼白頭佬當然是宅男, 三步不出歸門, 所以沒有看過陳善如唱大戲, 不知陳善如會唱《丫鬟》? 陳善如最初演《小家碧玉》, 最後又是要脫衣製作肉蛋, 專演《法侯發燈果的壞女人》。 前前,陳善如居住在九龍, 深水堡, 黃竹佳, 在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 星期一, 被人拘捕她去九龍, 尼真道五百零六日, 二樓, 說開出影畫戲給她採訪, 其實拘捕她去玩老千排, 被人握了一千元涵龍, 事後告到綠衣房, 馬達也立即拘捕她, 拘捕人封請假, 不過這壞老法官說不夠了, 放夠了那些老千! 戰後陳善如都取良半老, 對大奶奶當然是不夠青春肉蛋方艷婚, 秦小離鬥! 五十年代中期, 便沒有她和胡麗天的消息, 當時共產黨大約進失敗, 可能她兩夫妻經打到香港, 所以急急著著草, 很大機會死了落新金山, 事關戰前胡麗天的衰公說過要在那裡開整支球隊, 早安!